如何使用Big One的马丁格尔策略? 什么是马丁格尔策略? 马丁格尔策略最早用于一些投机性游戏,比如压大压小等。 假设在压大或压小的游戏中,一直不断地止压大或止压小, 每输一次,就把输前的数目乘以两倍,继续下注,直到赢一次。 就可以将前面所亏损的金额全部赢回来,并多赚一笔第一次压的资金。 比如,我们一直压小,第一次投入100元,第二次投入200元,第三次投入400元, 第四次投入800元,第五次投入1600元。 前四次都输了,在第五次投入后获胜, 那么整体的盈利就是1600-800-400-200-100等于100元。 另外,根据概率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次压错的概率是50%, 这时,马丁格尔策略的胜率是50%,第二次压错的概率是25%, 对应马丁格尔的胜率是75%,以此类推。 随着连续错误次数的增加,马丁格尔策略的胜率会越来越高, 所以理论上只要有足够的本金,最终一定会盈利。 后来,马丁格尔策略也被引入到了交易中, 是一种可以在熊市为用户分批抄底的量化策略。 Big One的马丁格尔策略是如何运行的? Big One马丁格尔策略的主要逻辑就是自动分批买入, 一次卖出获利。 每次买入使用加倍的资金来摊保平均持仓成本, 当币价每下跌固定百分比或数值之后, 买入不等额的币, 每次下跌都会以1、2、4、8、16、32这样的数列来购买对应金额的代币。 我们假设在EBTC等于2万USDT的时候建仓, 且价格每下跌1%就补仓一次的话, 每次补仓的价格、数量、金额、持仓成本、 截套涨幅如图所示。 当补仓五次时,持仓价格约等于初始价格的95.97%, 这时候币价再上涨0.92%就可以回本, 涨幅大于0.92%就可以盈利, 大大降低了风险。 马丁格尔策略的优势 一、通过倍数投入分批买入, 可以快速地降低持仓成本。 我们在刚才的表中也能看出来, 补仓时,币价涨幅只要超过0.35%就可以赚钱盈利。 二、本多中胜,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资金, 理论上能够百战百胜。 三、中长期震荡行情时收益可观。 四、不怕被套,适合在熊市抄底。 当然,任何量化策略都有利有弊, 马丁格尔也不例外。 马丁格尔策略和网格交易策略有点像, 都适合在震荡行情下运行, 单边行情收益不佳。 另外,在现实中, 没有人的资金是无限大的。 所以即使连续压挫发生的概率是0.1%, 也有可能出现亏损。 尤其在数字货币投资中, 如果代币价格一直下跌, 不再上涨甚至归零, 那就达不到理论效果, 还有可能会出现亏损。 那么,如何在Bag One开启马丁格尔策略呢? 首先,打开Bag One App, 通过首页量化策略快捷入口进入, 或者进入交易页面, 点击量化或网格标签进入Bag One量化策略组, 然后点击创建。 这里有两种下单模式, 智能推荐参数和自定义参数。 智能推荐策略是由Bag One提供的智能策略, 自定义策略由用户自行设置参数。 如果使用智能推荐参数下单, 就点击智能推荐参数, 选择交易对, 输入投入金额, 点击创建策略。 如果选择使用自定义参数下单, 则点击自定义参数, 按照页面提示输入对应参数, 填写高级设置, 选填, 然后点击创建策略。 在自定义参数创建策略页面, 可以开启允许跟单模式, 开启后输入分成比例, 就可以获得跟单用户的部分收益。 你还可以在量化跟单页面, 跟随其他用户的策略下单。 在运行中的策略里, 可以查看正在运行的 马丁格尔策略详情, 修改, 取消, 止盈止损, 和停止策略运行。 在历史策略中, 可以查看已停止的马丁格尔策略。 以上就是Big One 马丁格尔策略的全部操作流程。 感谢您对Big One的支持与厚爱。 Big One 不只有资产安全。 不只有资产安全。